一份真的是热烈 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 冲个咖啡 看个比赛太爽了 好了 一起来看比赛 G龙球场总是激动人心 这是涂代亚最大的球场之一 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利时对阵摩洛哥 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 有李蒂兰曼斯拿球 让到前场 他明显地放到了对方 是个这一球 卡拉斯科抢了回来 拉安德 登东克尔 拉安德 登东克尔 拉安德 登东克尔 中球转移到了边路 他最好抬头看看门前的情况 其实不只有一种选择 直接长传 向外侧找到了侧翼 他高高跃起 来 这个投球质量不高 已经长传 已经长传 安德 安德利斯 贝尔滕斯 这球是要传给空机吗 打拉布特 直接打到前掌 就来到了左侧 卡拉布特 直接上门 守门员化险为一 上场比赛宣告结束 让人喘不过气来的 结束方式 由于没能破门 相信双方的教练 是有很多内容 需要总结的 虽然没出现进球 但是比赛的过程啊 不承认 你如何看待上半场呢 好的 目前看来 今天非常让人沮丧 尤其是对射手而言 我觉得传球非常糟糕 没人给他们创造出 什么像样的机会 非常有趣的半场 就是没有进球 所以下半场比赛 比分有变化 也不要惊讶 目前是0比0 好的 现在比赛继续 比分是0比0 比赛即将继续 得布劳内 拦得登东克尔 好 身体把球抢了回来 将球转移到了前场 得布劳内 兰德登东克尔 迪莱曼斯 卡拉斯科 得布分的机会 塔吉米直接传到前掌 扩尔根阿扎 向外找到侧翼 卡拉斯科 大家都期待一较高水平的传球 兰德登东克尔 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 双方纠缠在一起 球丢了 得布劳内 卡拉斯科 是的 他犯规了 球在尤里蒂莱曼斯脚下 身体优势啊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他戒为成功 托尔根阿扎 兰德登东克尔 兰德登东克尔 想要调过对方头顶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很有穿斗力的传球 现在势均力敌 控球率是关键 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 这个场面让我很惊讶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他们却还在远离球门的地方 这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穿透了防线 比赛结束了 一场闷战 球迷和教练应该都不会满意的 双方防守倒是组织得非常稳固 这进攻端啊 都是乏善可陈 最后比赛只能以0比0结束 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啊 坤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